Hi 各位我是陳 沒想到這系列會出到第六集 希望這系列對大家在 AI 畫圖上有一些幫助 真的不是我要說 每次我出完新的一集 過沒幾天它就更新 真的是 讓我很傻眼 好啦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Draws inside Control Net 1.1 更新後 有哪些不同 而且還有我覺得非常有趣 好玩而且非常實用的 impending 局部重慧的教學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Control Net 1.1 版本 到底有更新的什麼東西 其實Control Net 1.1 版本算是史無前例的大更新 所以Draws inside這次的更新裡面 也同步更新了很多Control Net的插件 多了很多新的功能 不過老實說我覺得裡面有些插件 在Draws inside裡面 沒有想像中的直覺 而且好用 但是有些真的非常使用像是Pose 或是我等一下要講的impending 局部重慧 那什麼是Control Net 其實在Laura那集的最後有講到Pose跟Scramble 簡單來說Control Net就是可以在更詳細的調整你畫完AI的插件 好 所以就帶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他們的一些功能 首先更新之後我們打開Draws inside的Control Net 如果在最後面的詞有看到Control Net 1.1的話 這就代表是這一次有更新的插件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以前就有的功能 Depth Maps 可以看到在官方的GipHub裡面 簡單來說Depth Maps就是把圖片的3D深度圖畫出來 再根據3D深度圖再生成AI的插件 從旁邊這張圖應該就很簡單的理解 接下來是Normal Map 它的功能其實就是看懂圖的資訊 再去生成跟原本光影效果一樣的圖 接下來就是Candy Edge Map 它的功能就是可以根據你給它的圖 它會分析這張圖的邊緣再去生成新的圖 那Scramble的話呢之前有說過了 所以我就不浪費時間 如果我真的不太了解的話 可以去參考Laura那集 我有詳細的解說 接下來就是在1.1版本裡面 新增的ControlNet插件 首先就是Soft Edge 如果仔細看 你會發現它跟上面的Candy Edge Map很像 不過生成出來的圖會有更詳細的細節 好接下來是Segmentation 它會把你匯入的圖 分割成幾個大色塊 再根據這些色塊 還有你輸入的文字 再去生成你要的AI圖片 接下來Line Art 跟Line Art Anime 其實就是可以直接把圖轉成線稿 再根據你寫的文字再來上色 不過一個是適合實體畫風 另外一個就跟字面上一樣 就是適合動漫的畫風 往下看Shuffle 它會辨識你圖裡的東西 再根據你畫裡的風格 還有你寫的文字來隨機生成畫 Pix to Pix 簡單來講就是風格的轉換 如果你有看到官方的示範圖 就可以看到它有原本一張圖 再加上一些描述 譬如說著火的或是冬天 它會自動幫你加上這些特效 不過官方目前有說 現在的效果還是沒有這麼好 所以如果要用的人呢 就自己玩玩看就好啦 最後就來講一下今天的重點 impending 局部重毀 其實它可以說是一個修復工具 在之前的Draw Things裡面就有這個功能 只不過沒有這麼的強調 如果我們仔細看 在深層區的左下角 就會看到幾個工具 那我們就是用它們來處理局部重毀 最左邊的魔法棒 大家應該不陌生 就是一次可以選很大的一塊區域 理論上它會自動區分背景或是主體 那選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第三個橡皮擦 或是最右邊的刷子 大膽的把它擦掉或是塗上顏色 那第二個手呢 就是可以移動圖片 這個呢大家應該是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重點來了 就是第三個 如果今天 對於你生出來的圖不滿意 可能多一隻手啊 或是多一隻手指啊 多一隻腳 或是那個角色不對 或是你的眼睛顏色 或是你衣服的風格不喜歡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點第三個橡皮擦 Eraser 然後呢把你不順眼的地方 通通擦掉 接著 再打上你想要的 生成詞 再按Generate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按照你的文字 在你擦掉的地方 重新生成你想要的圖 而且在重繪的區域 你可以換不同的模型 也可以加上你想要的Lora 或是說背景不喜歡 也可以像前面那樣 整個全部擦掉 再重新生成 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最右邊的刷子 其實就是把顏色直接塗上去 然後再按生成 那有塗顏色的地方呢 基本上就會根據你塗的顏色 來生成類似色調的圖片 但是我覺得這個相對橡皮擦 沒有來的這麼好用 所以通常啦 我都是用橡皮擦來局部重繪 就連官方都說刷子可以用來 畫簡單的 Scrumble的線條 如果要局部重繪的話 就優先選擇用橡皮擦 好 以上就是Ctrl Nets 1.1版本 在Draw Sins上面的更新 還有我使用Intenting的一些心得 喔對了 在這一版本的Draw Sins裡面 終於也加上了臉部修復的工具可以用 不過官方是說 建議在畫你真的人的時候再開 如果是畫卡通或是動漫之類的 可能就會有比較奇怪的一些結果 那大家就自己斟酌使用啦 沒想到這個系列居然出到第六集 真的是沒有想過 那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樣子如果這一集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如果我還有問題 或是我有說錯的地方的話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最後我是陳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y bwd6 by bwd6